双龙宫铁桶大阵再次回归 这个队伍我相信很多人应该是认识 哇先看一下对面这把武雷罩秒过来很有面伤啊 这场的话观众方一把地阵 大客队阵方风阵 上了一个阵容是双龙宫 无底洞化身普陀 那对面上了一个阵容是 女儿武装化身 林波城外加 分寸商 模范寸 目前我们是看到对面 三个天地同手 这也是被观众方秒得很难 虽然说观众方两条龙 法杉并不是很高 但是 在大客的情况下 而且他点的是一个打篮的金曼 龙卷一击卷过去 扣除50点的篮 两个人同时秒的话是100点的篮 就是打一个消耗战 对吧 打到后面的话 你都没难呢 拿什么跟我斗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而且观众方这个漏盾 你怎么突破进来 刚才我们看到对面 模范寸秒过来是有6000左右 他身上的话是有增扬 还有这个中盔轮道 如果没有中盔轮道的话 估计就秒个2000多 3000这样子 而且的话他突不进来 他不好突 三个辅助 你哪个为目标 对吧 三个都有恢复能力 你只能发挥一下 女儿武装的封印 封得转还好 就怕封不转啊 前面的话 观众方开场是一排高鬼宝宝 就慢慢折磨你 除非你有高区宝宝 虽然说观众方这边龙龚秒人是秒不动 但是秒宝宝的效果还是有的 秒到目前对面 宝宝一个高鬼在地板上 魔凡串青高鬼宝宝的效果倒是挺好的 电一下基本是倒地 这个时候不知不觉 凌波城倒了 无敌都拿一把 还有分墙化身再推一把 没有爆的话也有一千多 普陀的话再点个灯 再拉个灵动 这个时候还挂起了紧箍肉 虽然挂的不多 也有一千多一点 对吧 相关的方这个阵容的话 在这个班战里面是相当的好 更不用说群雄了 但群雄有时候遇到的队伍比较强 毕竟关的方这边的硬件还是有差距 最多可能就12吧 你看他基本是不要速度 有时候这三攻啊 遇到关的方都很头 切不进来 达到最后关的方还是蛮水 对面的话这个时候也是选择了一把 慈涵 但是头上的话有一把紧箍洞 还好是活了一把 对面如果想要推关的方的话 可能利用这个地厅 但是地厅拉出来的话也站不住 这龙宫的话 反正每回合就是挂机龙卷 爆能的话还能爆个两千多 他脚下的话是九霄轮锥 九霄轮锥的话是给关的方增加 增加这个输出的 他照射警无照现在一千二了呀 之前的话一千一百多 一千二的话刚好倒地点拉 你站不住 一把秒五也就一千多 刚才说两千多已经说多了 武装干起来就差不多了 又要倒地了 直接点拉 天地同兽 这边的话这个时候是不断地拉物理宝宝 对吧 我拉你天地 点拉林波 林波起来就是一把断月 再来毛起 这边的话没有起球啊 起个龙占一野的话 秒的会更疼 不断地拉 古山也能秒个两千九百多 也相当一个大金啊 华山又没了 翻川山的话这个毛起得有点溜 女儿打的是一个16杀 他龙共变的是蛟龙卡 你宝宝宝躲到哪里去 又起毛 这个毛的话是真好用 拉林波 林波直接换宝宝 没啥用 这种情况就是活活被耗水 此只在丢 丢此只更容易清 一尾卢家 好的 今天我们视频就讲到这里 下个视频再见